毛罗西社区大学民间分校展出的学员成果中 有静态作品及动态的二虎表演 萨克斯丰表演等等 民间国小校长廖志佳表示 社区大学办理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让学员在生活中不断地学习 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说一般民众可以有终身学习的概念 在学习中得到乐趣 在学习中得到成就感 是我们办理社区大学最主要的目的 我想今天的一个成果展最重要是学员班与班之间互相观摩互相学习 现场萨克斯丰演奏又如职业乐团的水准 老师石春山高龄83岁了 仍然对表演教学工作乐此不疲 他说学员很认真 有的都考上了街头艺人 这里的地方很热忱 一教就13年 有的从都不会 启蒙到现在都可以在外面演奏 而且很多都以前有流行考街头艺人 很多都考上了 那现在是虽然不用考 但是那是一个肯定 我们平常也有在做演出 演出我们不是说那种商业演出 老师我们不是 大部分都是回归社区跟社区结合的那种演出 许多的精态作品 水准也都令人惊艳 学习水末班的学员林文士 感谢有社区大学的课程 让他们受益匪浅 我们班上大家都从不会的到大家现在有好几位都是入选 我们南投县那个一山奖都入选 这个应该是我们县民 向南投 这样是我们的最好的福利 县议员陈汉立肯定民间分校开设各类的课程 让学员能从中培养兴趣 并借此丰富生活 民间分校社区大学今天来展出这个成果展 那大家都是乐此不疲 那里面尤其是一个老师叫石春山老师 现在已经83岁了 人非常投入这个表演的工作 他有许多的学生因为这样子而考上了这个街头艺人 所以人说活到老学到老 就是这样子的精神 不只是丰富我们的这个生活 更让这些学员每天都可以这样子 用不一样的形态去表示诠释自己的生活 毛洛西社区大学民间分校开设许多的课程 聘请优秀老师长期指导 深受学员喜爱 先议员陈汉立 鼓励更多人参加社区大学 让生活更丰富 让学习更有乐趣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